好 關於今天這個火線話題 我和你之前跑總統府 跑外交部 你來告訴我們 駐美代表以禮賓之名 好買這些東西 從牙膏到幾百萬的沙發 半年花掉八百萬 有沒有問題啊 好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觀眾朋友 今天這一題 事情很大條 等一下我要講完 我師父董哥會講 靳明會講 我先跟大家報告 週刊到底掌握 什麼樣的消息來源 這不是天馬行空 所以有人爆料 我們現在目前的駐美代表 他叫余大蕾 他出了什麼事呢 不講不知道 因為他是接誰當駐美代表 我就先問 就這樣報告新聞的觀眾朋友 夏美琴副總統 所以夏美琴以前 在當副總統之前 選副總統之前 他是駐美代表 後來交給了余大蕾 那余大蕾其實基本上 他是專精西班牙文的 我們的外交部 會講西班牙文就是一把兆 英文當然 那美國駐美代表 就是最好的職位 可是我們中美洲的很多國家 包括我去過兩次的 El Salvador 他以前也住過 那所以美國發明 跟我們外交部講說 既然中美洲斷的差不多了 我們駐美代表 由他來接任 他可以顧著中美洲 他跟這些中美洲的 講拉丁語系的國家 都很熟 就他了 余大蕾 但是現在居然出現了 很多的黑資料 觀眾朋友 是這樣 我現在開始要講 這些事情 對余大蕾都非常不利 可是這是有人爆料 中漢也出 外交部講說 包含車子的事情 什麼東西 或者說他講 蕭美琴怎麼樣 無從評論不知真假 可是後續余大蕾 可能回台灣 他的說法 我們還要尊重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到底現在爆料者告訴周刊 什麼誇張的狀況 余大蕾犯了 四大錯誤 四大錯誤 哪四大 第一大錯誤 叫做浪費公堂 多浪費 看完我真的嚇一跳 簡單講 他呼嚕嚕嚕嚕了 就一下子花了800萬 怎麼花的 來觀眾朋友 算給大家看 第一個 居然跟你家裡 有沒有沙發 沙發有 沙發 但你不是外交官 對不對 外交官的沙發 要96萬 96萬的手工沙發 沒有要給你 頂頭 比一台車還貴 沙發是非常棒的 法國手工沙發 那沙發下面要不要鋪地毯 要 地毯要漂亮 地毯21萬 所以光是沙發加地毯 就要100多萬 那等一下 有跟他講說 這不是這個 這個外交官的家 你怎麼懂 那要不要喝咖啡 咖啡機 一台呢 是要11萬 一次買兩台 要不要藍牙耳機 藍牙耳機 一台 要13萬 也買兩台 都是名牌 買下去 對還沒講完 藍牙耳機13萬 咖啡機11萬 睡覺走到床墊吧 對 一個床墊25萬 一次買兩個 所以加起來50萬元 是 這樣子 摟摟摟摟加起來 就花了800萬 從去年 他這樣子上任到現在 去年12月到現在 他就住在這個 駐美代表的官邸 好觀眾朋友 講這麼多話 外交官你不知道嗎 觀眾朋友 問題來了 爆料者說 他的官邸到現在為止 從去年12月 今年已經6月25 對不對 對 根本沒有任何的美國的政要到訪的紀錄 就沒人來啊 又不是說我這個地方就是個外交場合 我要請美國的官夫人來 我幹嘛 對 那我要用很棒的沙發跟地毯 沒有人來 如果是適時的話 那你買那麼多幹嘛 所以這叫浪費公堂 是 第二個 他還沒浪費完 就講說 他還沒浪費完 對 還沒 因為很多 他今天是 因為他剛剛 他現在目前駐美代表 我今天觀眾朋友講 駐美代表的薪水 是所有外交官都最高的 那基本上一個大使就是30萬起跳 可是其實在美國還更高 然後呢 他所有的11住行 包含住宿都是國家公企 那也有車 也有駕駛 也有所謂相關的這些服務人員 那他這麼代表開什麼車呢 他是要買這一台 370萬元的凱迪拉克 在這裡 很大台 對不對 很氣派 但問題是 外交官 我們國家的門面 中華民國在美國 對不對 所以應該給他買 可是我們有規定 如果你先前的車 開了8年 或者是已經至少開10萬公里 還沒借零 可以來換車 那你知道現在 消滅其都給大家車 他開了多久嗎 兩年 所以只開了兩年 你就要換車 當然就不給換嘛 所以觀眾朋友 這些東西有買哦 可是這個外交部根本就駁回了 就不給買 那你怎麼會開口要求說 我才原來的車開兩年 就要再換一台370萬的呢 所以呢 這個部分呢 叫做浪費公帑 但我講有四大最終 第二個麻煩 叫公司不分 你是外交官 沒問題嘛 你今天這東西浪費了 大家要檢討 你為什麼花這些錢 要跟大家說明啊 可是你是外交官 你太太不是外交官啊 她只是駐美代表夫人 如果美國有場合 叫我們去 譬如說我們去參加 明年也會有新的 美國總統的這個 救治大選 我們來的夫人 陪同試要的 所以當你出席公務的時候 不管搭車 或相關的這些費用 可以支 可是平常你私下 他的夫人 在美國的行動過程當中 開的車 應該是自己的車吧 要求駐美代表處 給他一台兵試車 然後所有的這個車的油料 跟所有的保養費用 都是國家來處理 你們家的四月行程 要國家買單啊 這個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如果今天是公務行程 大使的家人一起出席的話 是可以的 可以 可是除了公務行程以外 其他都愛交官 我的了解啦 我不知道其他的 大家會有其他不同說法 個人私人 譬如說如果他的太太 另外有他的上班 或是他的活動的時候 是開自家車的 不會要求駐美代表處給車 也不會都拿去報 那些油料費 但除了他太太之外 他兒子到美國 找爸爸媽媽 總是要來嘛 來了以後呢 也繼續開他台車 然後跑去shopping 跑去響音 觀眾朋友 公司部分就在這裡了 因為這個講法 對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要特別提醒 這是周刊所 接過爆料的講法 今天夫人 每次到作品代表處的時候 人還沒到 你必須要外交官 在門口一樓大聲接我 沒有來就痛罵 夫人到了 怎麼沒有人在樓下接我 官威這麼大呀 第二個 進來以後 我要到代表處 大使辦公室 對不對 站在那邊以後 怎麼沒有人幫我按電梯呢 按電梯啊 沒有按電梯 又要破口大罵 好不好 然後看到裡面 有清潔人員 或者是有駕駛員 他說這些人是嚇人 所以我就說周刊的 這些爆料 對他們非常不利 怎麼會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說他今天 請這個外表 那個駐美代表處 派車帶他去 他的公務行程 或是說他自己 的市政行程的時候 他不但要有駕駛 就這樣一個 他說一定還要派一個 外交官坐在 那個副駕駛座 跟他對話 因為他說雇員啊 駕駛是嚇人 不可以跟他 那個外交官的 這個大使夫人講話 所以還要派一個 他不會當官 還要派一個 隨行的這個 所以觀眾朋友 我就說這些爆料 對他們很不利 所以可能有一些 是不是真的 我要講清楚 到時候 文教委講說 第二個叫做公私不分 第三個呢 就叫做對上不敬 這個就是嚴重了 你今天花那麼多錢 在美國 但是你卻 在美國 接受我們的採訪的時候 他稱蔡英文總統 因為現在是蔡總統 對 他說蔡博士 他沒有稱過他總統 然後呢 在講蕭美琴的部分的時候 剛剛講到 我們買那麼多東西 包含衛生紙 還有一些什麼沐浴乳什麼 因為他說 這都是蕭美琴 要他買的 蕭美琴是回台灣的 好大的斗膽 你今天花了國家 800萬已經爭議不小 你居然拉蕭美琴來背出 今天這個爆料者 簡單講 我講台語 只是沒有戲 因為今天 他是蕭美琴接任者 還有一句 我無法查證 外交部門沒有評論 就是說 他居然告訴所有 在美國外交部門講說 蕭美琴不是回台灣 當副總統嗎 但是因為他後來 才去美國 又去處理後面的事情 很多的個人物品 堆在大使的官體裡面 他說 堆大堆東西 還有給我太陽沒地方 所以對上不敬 對蕭美琴 跟對蔡總統不敬 最後一個是什麼東西 對國家不忠 對國家不忠是什麼呢 就是當他去美國 出席了美國的場合 跟華盛頓的市長 在一起 在參加他們的美國國歌 在唱國歌的時候 來 觀眾朋友你看 余大雷 他一樣是右手 伏在左胸 有沒有 這就是美國人 在唱國歌的時候 好 觀眾朋友 因為八分九州 這沒有什麼嘛 因為到美國去 但是因為他 已經是駐美大使 所以當你是大使 代表中華民國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 是不會把手舉起來 除非你當自己是美國人 那這些東西 都很細節 我要必須跟大家說 這四大罪狀是現在 有外交人員 不具名的告訴周刊 去數落我們余大維 這個駐美代表 我們應該叫他大使 還有他的家人 他的夫人 但是其中 我剛剛所講的 這一些看起來 真的是蠻誇張的情節 有哪一些 可能余大維本人認為 不對 後續外交部的信用稿 還有余大維說明 我們也要跟著在意 好 余軒我們今天看到了 所有駐外使館 最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駐美代表處 最重要的大使 就是駐美代表 駐美代表余大雷 如今扯出這個 四大離譜的事件 這個位置 直接叫我回來 訴職 說清楚 他可能會被拔關 首先第一個 我們現在的外交部長是誰 林佳龍 所以說這個是在 他前朝任內所發生的事情 余大雷又不是 林佳龍派任的 不是他派的 對嘛 他是在蔡英文任內所派任的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竟然是蔡英文任內所派任 應該是時間點落在大概2023年 就是說蕭美情懷選 副總統那段期間 所以才有他的角色嘛 但是如果是這個理由 你必須要先思考 第一 蔡英文所派任的 那請問一下 美方對於我們的駐美代表 有沒有所謂的同意權 或者說檯面下有沒有所謂的同意權 有啊 當然有嘛 就是說你必須要是你可以接受的為罵 因為余大雷原本是在駐比利時嘛 那調到美國去 所以顯然這個是所謂安排佈局的人 但這個時間點會踢爆這些料 各位你仔細看喔 不管是他的坐車 不管是他的費用 甚至他平常私人行進 特別是說 哎呀 我出席這個美國活動呢 然後我竟然用左手呢 擺胸姐 然後跟著他們一起唱國歌 搞什麼變賣國賊 這些東西是只有誰會知道 外交體系的人 外交體系 而且是第一線的人才會知道了嘛 因為我還特別去查了一下 說這個到底踢爆這些消息的周刊來源是誰 那我只去看一下那個記者 那個記者過去也不是長期在擔任政治線的記者 他也不是長期在爆料政治線的記者 他上一天的報導甚至討論到是詐騙集團 那就有意思啦 所以顯然這個東西不是他自己挖的嘛 就是說在外交系統裡面 有人刻意要把這個余大雷給鏟除 然後把這個消息放給國內的 甚至不是我們相關的脈絡跟人馬 因為跟我講我們業內看一句話 我們今天光看這個記者就知道大概是哪一個地方 消息誰放的 對嘛 所以他要規避掉這個嫌疑嘛 所以那你看後來後續之後有兩個人跳出來了 一個叫中嘉賓 那他說我們希望這個外交系統能夠好好徹查 看起來是在幫他講話嘛 對不對 但不對啊 俊翰哥 因為理論上來講以前民進黨的派系在幫這種人講話說什麼 這個造謠啊 這刻意的啊 子虛烏有啊 怎麼可能啊 他這個盡中盡子啊 他說不是喔 他說我們要仔細徹查這一件事情 換言之他要外交部去動嘛 所以我就講了 那只要余大雷這個人馬下台 那警戒而來地補的 你說不管是賴清的人馬 不管是林佳龍馬 我在講的故事是什麼 我在講的故事是 這個余大雷有沒有問題 絕對有問題 但顯而易見的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動他 你要去殺他 他很顯然的就是為了人事布局的派系鬥爭嘛 那既然是蔡英文的人馬得要滾蛋 蔡英文的人馬得要下台 那緊接而來只要等到 後續如果真的有人動他 外交部真的處理他了 真的我們把他調回來了 那誰派任 誰上台 答案就會一清二楚 董哥 誰要余大雷下台 如果真有其人 他是不是麻煩大了 當然會當大 這當然是他們美國自己住 那邊的人自己報 他們怎麼報 他們報給他的上一任 他們跟過很久的蕭美琴 沒有獲得理會 因為蕭美琴覺得我不太方便處理 那現在怎麼辦 當然就給媒體 所以這個是因為他們覺得申訴無門 然後你找一個叫余大雷來這邊關槍關掉的 我們不能接受 余大雷其實是過去國民黨時代長期培養的一個外交人才 那民進黨把他誇大 為什麼 因為宜大雷在 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在立法院背心的時候 他言必稱 裝華民國台灣 那南京很多立委就很生氣 罵他就笑了 那 國民黨的立委會罵他他會紅啊 所以 大家講他住比利時 比利時大使其實代表 前面還有一個頭銜 是歐盟兼比利時代表 所以歐盟是很大了吧 那他已經任期結束了 為什麼 65歲 應該退休啦 他退休以後 剛好蕭美婷 又回來選副總統就辭掉了 所以又把他派去變特任官 退休以後又去了 所以他是這樣去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給他聽話 又是你國民黨培養的 然後就對外 講說他多好 那國民黨 那時候立法院有提出疑問 說怎麼隨便派一個人去 因為 駐美代表是很有政治性任命的 你看金普聰 蕭美琴誰不是 總統的先戶才去 並不是職業外交官嘛 那民進黨就說 你們完全不了解 一大雷的背景 他都好都好 說他是 中南美洲的專才 中南美洲應該派去中南美洲 怎麼派去美國呢 那我講一大雷真實事情 就是人家檢舉 那他沒有獲得 我們政府的 下去調查 他就跟媒體爆料 那媒體爆料以後 當然 一大雷 他所作所為 這事情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他們加碼爆料說 你既然還大步驚 去消遣 蕭美琴 那光這一點 你看 蕭美琴的支持者 派系還有支持他那些立委 不是炸鍋嗎 所以一大雷這次比較麻煩 就是下來 大概沒有人會保他 那現在 外交部 因為林佳龍剛上了 覺得說 我是不是先不要 先觀其變 因為這個也不是我任命的 也是前任 也不是我派系的人 那他先用一個 這個公函說 請你們 駐美代表次給我一個資料 我來講 那講得又說 這些都是合法或什麼 我告訴你 一大雷任期撲會太久 因為下來會派一個 有政治性格的人 代表賴清德的立場 跟美國打交道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 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 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等很快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發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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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五七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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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五七爆炸